叔叔阿姨、姐姐哥哥你们好 我来自山东 是一名坐在轮椅上的商谈军人 很高兴我锻炼的视频 能够被家人朋友们看到 这就是一种缘分 可以给我点个红心 留个关注 支持我吗 13年 我穿上了这身橄榄绿 拿起了行囊 把我的青窗奉献给了军营 但因训练时的几则损伤 让我下身失去了知觉 这一座轮椅就是五年 在部队医院的时候 都是我的母亲帮我穿衣服 我的战友把我抱到轮椅上去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很久很久 这也是对我生活当中的一种煎熬 看着叔叔阿姨 姐姐哥哥们 给我每一条暖心的鼓励 我的心里真的好感动 生活永远都不会辜负流过汗水的有心人 现在的我也可以自己慢慢的翻身了 也可以自己慢慢的坚持着 支撑着整个身体呢 虽然很慢 但是我已经很知足了 我想有更好的锻炼 想站起来 想拥有一台外骨骼机器人 但机器过于昂贵 以我个人能力是根本达不到的 家人朋友可以给予我帮助和力量吗 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希望有关的组织 爱心工艺 企业个人 能够看到我重重量的视频 看到我坚持不懈的意志力 和不屈不留的乐观心态 这样坚强的我叔叔阿姨 愿意陪我锻炼吗 有那么一天 我也希望能够这样 站起来走路 站起来锻炼 愿屏幕前的你 看到我的视频 也能够坚强 也能够阳光